古洞南朝徑農業園第一期工地 正是進行農地平整工程 有環保團體就發現工程並不理想 擔心平整工程變成破壞工程 農地日後可不可以用在復坑都成問題 烏卓言說 大部分農地鋪滿碎石 更加有泥頭車停在農田上面 倒些沙射下來 這裡就好像地盤一樣 但問題就是這裡並不是要蓋樓 而是古洞南朝徑農業園第一期工地 涉及大概11公頃土地 其中7.5公頃的農地平整緊 作為日後本地農業發展 並賠償農地比受發展影響的農民 但是理想和現實就有落差 這些行為都擔心對泥土是一個重創 表土本身有很多有機物 會不會因為工程的關係 將這些那麼重要的資源產走 是不是真的適宜去做復坑呢 我有點懷疑 長春社早前發現 第一期的工地有五分之一 也即是大概兩公頃土地 受地盤式對待被破壞 這塊地現在看起來更好美 但隨著工程在未來兩年分階段逐步落成 如果情況持續下去 分分鐘都會變成這樣的樣子 吳希文說到時要修復並不容易 例如要徹底清走泥土的蠟青 和碎石等雜物很難 修復泥土裡面的有機物要很長時間 未必能夠做到復坑 而且受影響的不僅是農地 現在在這麼近河溪的地方 去做這麼大型的工程 又會擔心有對那裡的河溪造成污染 甚至可能影響周邊其他拿著這些水 來做艱舊的一些農戶 吳希文擔心工程才剛開始 這些只是前菜 所以已經去信負責管理項目的漁護署 和負責工程的土木工程拓展署 希望能夠開會討論改善現在的情況 防止惡化 有線電視記者烏卓妍報導